他们的身材啊 体力啊 这个是他们比较强的 而大级别呢 他们相对比较弱一点 对对对对 他们在这个70公斤以下 在他们国内都非常厉害 刚才这名这个 这个萨达王 这个松八万叉名还挺好 一路小跑跑上主义台 向他们那个长官致敬 看来是这个 看来一上场 那个激情非常高涨啊 对对对 就他这个出场 给他们这个观众 带了个非常新颖的这个画面啊 这个他给人的感觉 跌倒啊 好像是担负着很重的使命 对对对对 从那些感觉到这小伙子不错 嗯 这个浑身黑油油的 其实很壮实 对啊 其实作为一名 搏击女员就应该这样 你不管说你我打不过 或我输掉 但是场上那种精神要有 嗯 这种精神就说说明 你作为优秀的拳手 嗯 有时候在场上 你的表现的毅力和品 虽然你输掉了 但是你用非法超凡的毅力 和你这个 呃敢打敢拼的精神 会得到人的赞赏是很好的 对啊 好了 我们的冠军出来了 孙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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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哎 哎 我网上导 我发现这个孙涛 跟这个下海的方法 长得有点像 而且他俩不是像 而且说话也像 孙涛的最后发现 表情什么都像 说话非常的慢 他说话非常慢 一笑 牙脱白 黑小伙 啊 我说话 来自于他的几祖敌是山东 山东的沿海一带的小伙 嗯 嗯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的场上裁判 哲美捷 拜拳开始 嗯 这个除了第一场 这个女选手 马里旺 宋帕 呃 举行了这个 这个拜拳仪式以后呢 到现在几场比赛呢 泰国选手都没有做 而到了这个宋巴 呃 万钗明这里呢 嗯 他要做一个 这个拜拳的仪式了 嗯 这个在泰国 他应当是 泰国的一位职业拳手 嗯 从内外形和感觉上 好像是职业拳手 他拜拳式非常专业 对 大家注意看啊 他是在拜 确实是在拜 这个和拳 头 沾地 对 但是他同时坐着这个 撑垃圾肉和韧带的这个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 我这个王老师 你也很专业啊 这个在泰国 这个他是个佛教国家 嗯 而且他们那个礼仪之帮啊 你看 在走到街上 要问好的话 都双手 双手合心 啊 我们去那儿 看到比赛运动员 都非常和善 嗯 但一上场 绝对是两个人 啊 对 勇猛无比 勇猛无比 嗯 而且这个 他们的这个语言呢 说话都非常 都很和善 非常温柔 对对对 全球也是这样 这个他在败拳 我们的身材 只有在静静等待 对对对 在跟观众交流 像场下之夜 对 这个毕竟是见过世面的 参加过大赛的 参加过大赛 心神都非常的稳定 他已经跟蔡全先生 打过 这时候应该是 第四回 第四回吧 嗯 应该说他对这方面 应该有经验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从那个外形上 这个 这个宋巴巴插名 也很这个 健壮 而且一开 很有实力 嗯 这个 输赢 只能开在全台上 你俩用全的说话 对 拜天地 拜天拜地 拜祖先 拜教练 嗯 他这个泰拳 就是多少年 这种拜拳的音乐 和他这个拜拳 是都不变的 不变 看来我们 对他们泰国 对咱们也是 给了很大的 因为这种 在国际比赛中 不允许对方 去拜正常 谁因为照着用心理战 对 但咱们一看 作为有余 交流 交流 这个泰拳这个选手呢 你看看 在做中山拜拳 我们也只有 耐心在等待 嗯 就是我们也尊重 呃 号称有五百年历史的 这个泰拳 对 从各个方面 他也作为 既作为一种国术 另外也作为一个文化 对 那么当然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中国功夫 能够走向世界 让人家通过 我们的中国功夫 了解中国的历史 对对对 嗯 但是目前我们中国三大 现在就是 呃 有亚 三首 但是有亚锦赛 有市锦赛 嗯 这两个大比赛 而且在国际上 有100多个成员国 嗯 也有组织啊 他你武术鞋或世界武鞋都有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那个 国家体育总局 以及我们社会上 各武术流派的老武士 以及咱们的武术工作者 嗯 这个努力而长期 几代人长期的努力 嗯 好了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好 刚才这个是那试探对方 嗯 武术武术 武术 哎 也是试探 也是试探 虚幅 对 嗯 这是声工机器 哎 抱腿 哎呦 看来这个对方 对方那个 送发外餐鞋 不仅不怕 而且他这暴体刷 还有点 感觉他 我觉得他这个节奏 把握得非常好 非常好 嗯 好 好 进来也不怕你前击 哎 一个高边腿 高边腿 他这个低边上高边腿 这个泰拳的挂腿很厉害 嗯 防膝盖 防膝盖 从超这个队 送发外餐鞋 应该 嗯 很有实力 要中国要老化 提高警惕 哎 嗯 看来这小子 高边腿出息不易 对对对 很具有杀伤力 好 中超刚才利用过 揽成的缓冲 往回带摔 结果呢 这个 但是呢 对对方抱住前方 抱住对方 自己也倒定 对 对 对 中超现在一个 把单个节奏方块 不要跟对方打拼 对对对 别打王前 对 嗯 这样他体能效果非常大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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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对 对单个堵截截 单个堵截 然后 撤展出来 嗯 但不要跑 嗯 闪和测试和跑是两回事 嗯 防腿 要防折的腿 你看 在倒的过程当中 膝盖还起 对 他这个拉臂 起膝盖是他在训练中很正常的 嗯 他有的还有抱着你的进步 嗯 用你的百分用力 用你的力量 他在使他力量 他在撞击啊 嗯 嗯 而且这个黑小伙你看到没有 而且他刚才使了中国时候的一种踹踹 嗯 看来他对中国工作也非常了解 嗯 嗯 啊 想偷袭 中央千万不要转身 对 不要 永远这个把这个到什么时候也把手拿起来 对对对 啊 呼吸要配合动作 因为他现在呼吸有点急促 嗯 嗯 嗯 好 不然怎么样 中央这一局还占优势 嗯 但是可以说这个啊 孙涛也遇到了这个强烈的挑战啊 强烈的对手 嗯 这个作为泰国的这个宋巴万柴明呢 是经验非常丰富 非常老道的一名选手 对 嗯 这个现在在第一回合的这个比赛里面 我感觉到这个泰国选手 呃 宋巴 他已经 这个拳呢 嗯 他全部松下来 对 全部 他打得比较放松 对对对对 他上半身呢基本上是露出来 嗯 第一局是孙涛过上 孙涛虽然上了第一局的比赛 但后面还有两局 我觉得上的优势不大 优势不大 但是呢 从体能上 他消耗很大 就是应该说自己在体能上要顺受恢复 而且在这个呼吸配个动作上应该下功夫 嗯 距离上要跟对方拉开 对对对 把单个有效的动作阻击对方 比较可能的话打个中击 给只有打中一较最好的方法是进攻对方嘛 嗯嗯啊 不要一闷着跟对方拼打 因为孙涛领队员也是敢打打拼的 嗯 他是与对方对拼的话 他也是 是不计后果 我说这个就是有点的 不管体能好快 嗯 这样这样不行 对对对 嗯 这泰国选手呢 我觉得他重点呢 放在他的腿和膝盖上 对 嗯 你看 他上半身呢 全部都露出来 这个时候呢 孙涛领队员也想进身 想进身用拳 对 孙涛领队应该刚才那局 应该把两只前手拳左右拳打出来 对 孙涛这场不管是怎么样 他将这场恶战 嗯 不要失忆重心 不要跑 对 那么泰国选手抗击打能力非常的强 对 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在往上靠 嗯 这也是泰拳的一个传统 就是不能往后退 对枪抱腿 哎 还是抱着以后膝盖 这个孙涛万杉明老想在中 在近距离拿膝盖给他对方中击 这个这会儿呢 这个孙涛应该确定 进去马上贴的 要不然就给撤住了 对对对 你看他上半身基本上不要 对 泰国选手 哎呀 这个边腿非常的厉害 非常重 嗯 不要这种出现这种 要抱着以后玩命的就来回晃摔 嗯 这种方式最浪费体力 不效的 你抱着中心区盖 人家重心你在那儿呢 你怎么摔倒人家 嗯 嗯 那现在应该就跟对方暴击 打到对方得一点就暴击 对方 打一点就暴击对方 这种我觉得还是一种 不得 这种得分的一种 那什么一种方式 嗯 要防止这个泰国的对选手 哎呀 欢迎刚才可能这个松胶吃到最上一个鞭腿 嗯 他这个鞭腿啊 泰国选手的这个鞭腿 哎哎哎哎哎 抛包筋了 抛包筋了 弃拳 我觉得从实力上来说 应当说这个泰国选手 泰国选手 宋巴还是确实是实力比较强 那刚才这个宋巴外面的一个低扁腿 可能低中我刚刚对方头部 我这个咱们这股前位置呢 教练抛出了白帮筋 嗯 保护人家 但是呢这个 实力这个孙超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训练 嗯 而且着急就回来 因为他是个老将嘛 跟着有经验就把着急训练了 嗯 这是一个原因 却在主要的呢 这个宋巴外面的确实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对对对 不仅不